百貨公司B1樓層 民眾在逛街買東西 卻聽到旁邊專櫃 傳來一對男女的吵架聲 為什麼不凡家你來 對了 你會怕是不是 只看到櫃庚跟客人面對面 無視路過的其他人 雙方誰也不讓誰 你現在是在鬧我們是嗎 你姊姊都說好了 是你在這邊鬧嗎 我完全沒鬧你 兩個人你來我往 只叫其他員工除免還家 直接把白衣櫃庚拉到後面去 黑衣客人漸步跟上 就想再繼續討公道 13號下午2點多 民眾到高雄知名百貨消費 親眼目睹這場結婚 原來這名爭吵的客人 也是百貨公司的櫃姐 她的親友訂購一組整髮器 櫃姐當時要到店裡頭帶領 卻發現架上沒有貨了 當時櫃哥解釋 不小心有客人拿走現貨 已經從台南的分店調貨 也跟她的親友協調好 但是雙方溝通不良 才會發生口角 公司是說如果吵架 你要跟客人辯解 就帶去安靜的地方 不要再人事吵啦 因為這樣子對人家也不好意思 訂好了貨被拿走 當然會生氣 但大聲爭執的地點 就在百貨公司的櫃位前 你一句我一句的爭吵 不但讓場面尷尬 也讓路過的客人 對專櫃印象打了折扣 記者 劉鵬與李晨諺 高雄報導